哈喽 想要说宝宝吗 我今天有一个工作 然后呢 一直想给你们录一个 底妆答 这个叫做底妆答的视频 然后呢 因为妆容的服帖是 就是 整个妆的一个基础 那我现在已经 做完那个隔离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用 两个颜色 就放在这个调色板上 能看到这个颜色会接近肤色 这个颜色更白一些 然后这个颜色呢就是打在这个轮廓这边 可以让你的脸就是 看上去会比较小 然后呢这个就用在中间这一块 上完整之后这个就觉得 更加的立体和薄 用一个比较贴近的肤色 打在轮廓周围 这样可以把你的脸显得小 我现在觉得太准了 昨天刚刚睡得有一次 是也有完 然后就是这样拍进去 就是每一次少亮多次 还是每一次要把这个 这个海绵带上的粉底 这样完完全全的 打进去 装着这个粉贴 对自己狠一点不要太轻 轻 轻 不要太温柔 水耳镜还能消肿 哈哈 水耳镜还能消肿 水耳镜还能消肿 打打这种加体 加粗的种 水耳镜还能消肿 这一家黑眼圈 这个我看一下 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带一点点橘色的 这个黑眼圈特别好 不用太厚太多 就是这个 这里两条线的地方 稍微遮一点 我记得用这个 更白皙一点的颜色 差不多差一个度吧 一个色号 一个是本身肤色 还有一个是比自己的肤色 再白一个度 就是涂在这个体积 苹果肌下包 所以说体量不是只有最后 高峰的时候才要体量 你要从基础开始 跟你们说一个小技巧 就是这个海绵带 你每次不是用完太干了吗 然后每次用在那个 把水让它充分的吸住 然后它软软的之后 你可以上面喷一点那个 定妆喷雾 然后再去打粉 这样的 就是妆就不容易化 现在底妆已经打完了 然后还用了一个 比刚才这个底 更白一点的一个颜色 做体量 它只要搭在你的 鼻梁 还有 苹果肌 就好了 就是一点点 看都是用小刷子这样 点一点刷上去的 好了我的粉底打完了 然后现在 哎呦天哪还是很重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用散粉去定妆 然后每次 散粉不是你们都会配海绵吗 我自己化妆的时候 也不太有那个海绵 也会有小刷子 可以把这个 也是可以把它定的更老一些 不然疫情期间 我觉得 每一次啊 你装不定好的话 自己戴完口罩 口罩脱下来 鼻子着就没有什么 就 红了 所以说定妆真的很重要 这小刷子 蘸了粉一点一点的 定 好 今天呢 底妆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